大家好,我是王树森。 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Multi-Agent Reinforcement Learning。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Multi-Agent跟Single-Agent两者的区别。 把Single-Agent方法直接用到Multi-Agent问题上,效果通常不好。 Multi-Agent问题中,一个Agent的策略和动作通常会影响其他所有的Agent。 所以Agent之间最好要做通信,从而共享信息。 这节课的内容是Agent之间的通信方式, 主要分为中心化和去中心化。 这节课从头到尾都要用到Actor-Critic Method。 如果不熟悉的话,请先去看一下Actor-Critic那节课的视频。 这节课我们学习三种常见的架构。 第一种是Fully Decentralized,翻译成去中心化。 也就是说Agent全都是独立的个体。 每个Agent独立跟环境交互, 并且用自己的观测和奖励来更新自己的策略。 Agent之间彼此不交流, 不知道别人的观测和动作。 上节课我简单介绍了去中心化, 并且分析了它的缺点。 第二种是Fully Centralized,完全中心化。 所有Agent都把信息传送给中央控制器, 中央控制器指导所有Agent的观测、动作以及奖励。 Agent上没有策略网络, Agent自己不做决策。 决策都是由中央做的, Agent只是执行指令。 你可以把这种架构理解为定于一尊。 第三种是中心化训练, 去中心化执行。 Agent各自有各自的策略网络, 训练的时候有一个中央控制器, 它会收集所有Agent的观测、动作以及奖励。 中央控制器帮助Agent训练策略网络。 训练结束之后就不再用中央控制器了。 每个Agent根据自己的观测, 用自己的策略网络来做决策, 不需要跟中央控制器通信。 Multi-Agent强化学习通常假设Partial Observation, 不完全观测。 这是因为Agent往往只能观测到它局部的状态, 而看不到全局的状态S。 把Agent-I观测到的记作O-I, 它是对状态S的局部观测。 如果是不完全观测, 那么O-I不等于S, 而且不同Agent通常有不同的局部观测。 完全观测的意思是每个Agent都能看到全局的状态S, 所以O-I到O-N全都等于S。 首先介绍Fully Decentralized, 翻译成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的意思是所有Agent都是独立的个体, 他们之间不沟通交流。 每个Agent独立跟环境交互, 获取观测之O和奖励R。 每个Agent都有自己的策略网络, Agent独立训练自己的策略网络, 跟Single Agent强化学习完全一样。 训练结束之后, 每个Agent用各自的策略网络来做决策, 把观测到的O-I输入策略网络, 策略网络输出概率分布, 抽样得到动作AI, 然后执行动作AI。 不论是训练还是执行, Agent之间都没有沟通交流。 这种去中心化方式的本质是Single Agent Reinforcement Learning, 而不是真正的Multi Agent Reinforcement Learning。 我们来用去中心化实现Actor Critic。 假设每个Agent都有计算能力, 比如机器人上面装有CPU或者GPU, 在每个Agent上部署一个策略网络和一个价值网络。 策略网络也叫做Actor, 记作函数Pi。 Agent I的参数是θI, 它把观测至OI作为输入, 可以给每个动作打分, 然后按照分数抽样得到动作AI。 价值网络也叫做Critic, 记作函数Q。 Agent I的参数是WI, 它把观测至OI和动作AI作为输入, 输出一个分数, 用来评价动作的好坏。 这个分数会被用来训练策略网络Pi。 Agents全都独立运行, 不做通信, 不会把自己的观测和动作告知其他Agents。 训练策略网络和价值网络的算法跟Single Agent完全相同, 用策略T2来更新θI, 用TD算法来更新WI。 上节课讲了, 用Single Agent方法做Multi Agent Reinforcement Learning效果通常不好, 原因是Agents不是相互独立的, 不应该忽视他们之间的影响。 第二种架构是Fully Centralized, 中心化。 有N个Agents, 它们跟环境交互, 每个Agent动作都会改变环境, 从而影响其他Agents。 上面是Central Controller, 中央控制器。 Agents上没有策略网络, 所以他们自己不能做决策, 全都要听中央指挥, 向核心看齐。 训练的时候, Agents把自己的观测O和奖励R向中央报告, 策略网络全都在中央, 中央来做决策。 中央把决策AI传达到Agent I, 每个Agent都按照中央的指示来做动作, 跟环境交互。 训练在中央做, 中央控制器用所有的观测O、 奖励R以及动作A来训练策略网络。 这种训练方式叫做Centralized Training。 即使做完训练, 到了Execution的时候, 也需要中央控制器。 中央控制器上训练出N个策略网络, 它们的网络结构可以相同, 但是参数可能不同。 用θi表示第1个Agent的参数。 策略网络的输入是Agent的观测O1到ON, 第1个策略网络决定Agent I的动作AI。 决策只能由中央来做, 这是因为策略网络要用到所有Agent的观测O1到ON。 一个Agent只知道自己的观测OI, 它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做决策。 所以策略网络不能部署到Agent上, 只能留在中央控制器。 在实际运行的时候, 所有Agent都把自己的观测汇报给中央。 中央根据全局的信息做出决策, 告诉每个Agent应该做什么。 中央把A1到AN传达到对应的Agent。 我还是拿ActorCritic来讲解中心化的架构。 把所有N个Agent的动作A1到AN堆叠起来, 记作粗体的A。 把所有Agent的观测O1到ON堆叠起来, 记作粗体的O。 中央控制器知道所有动作A, 所有观测O, 以及所有的奖励。 中央控制器上有N个策略网络和N个价值网络, 对应N个Agent。 策略网络叫做Pi, N个策略网络的结构通常相同, 但是参数可能不同。 第I个策略网络的参数是θI, 这个网络控制第I个Agent。 它的输入是所有N个观测O, 它的输出是动作的概率值。 根据输出的概率值抽样得到动作, 用来控制第I个Agent。 价值网络记作Q。 第I个价值网络的参数是Wi, 对应第I个Agent。 价值网络的输入是所有N个观测O, 和所有N个动作A。 第I个价值网络, 评价第I个策略网络决策的好坏。 训练完全是由中央控制器做的, 中央知道所有Agent的观测、 动作以及奖励。 中央用这些信息来做训练。 用策略梯度算法来训练策略网络。 用Temporal Difference算法来训练价值网络。 结束训练之后, 中央控制器用策略网络Pi来做决策。 所有N个Agent把观测值O1到ON汇报给中央。 中央把O输入第I个策略网络, 随机抽样得到动作Ai。 然后把Ai传达到第I个Agent, 命令他执行Ai。 中心化的好处是知道全局的信息, 可以帮助所有Agent做出好的决策。 但是中心化又有缺点, 主要缺点是执行的速度慢。 中心化的系统要定于一尊。 Agent自己没有决策权, 决策权都要等中央来做。 Agent把自己的观测全都汇报给中央, 然后等待中央的指示。 中央在收集全局的信息之后才会做出决策。 中央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告诉每个Agent要做什么。 把动作AI发送给Agent I。 决策过程需要communication, 通信和synchronization同步。 发送信息需要花时间, 而且所有人都要等待最慢的人, 这是同步的代价。 这中间需要耽搁很长时间。 中心化的系统导致Agent反应很慢, 无法做到实时的决策。 到了关键时刻, 总是会慢半排。 想必大家在实际生活中都有亲身体会, 你懂的。 第三种架构是centralized training with decentralized execution。 中心化训练, 去中心化执行。 每个Agent都有自己的策略网络, 训练的时候需要一个中央控制器, 它帮助agents训练策略网络。 结束训练之后就不需要中央控制器了。 每个Agent独立跟环境交互, 用自己的策略网络, 基于自己的局部观测来做决策。 现在比较流行centralized training with decentralized execution, 有很多种不同的模型。 我只介绍其中一种actor critic方法。 这种方法是2017和2018 两篇论文独立提出的。 我做了一些简化, 所以我这里讲的跟两篇论文不完全一样。 每个Agent上面都单独部署一个策略网络Pi, 它有自己的参数θi。 策略网络的输入是Agent自己的局部观测Oi。 每个Agent自己的决策Ai不依赖于其他agents的观测O。 中央控制器上有N个价值网络, 全都记作Q。 每个价值网络对应一个Agent。 这些价值网络的结构都相同, 但是参数Wi通常不同。 中央知道所有agents的观测O和动作A。 价值网络Q的输入是所有的O和所有的A。 做训练的时候, 中央控制器可以看到所有agents的观测、 动作以及奖励。 所以叫做Centralized Training。 完成训练之后, 就不再需要中央控制器了。 它上面的价值网络也都没用了。 每个Agent独立做决策, 所以叫做Decentralized Execution。 系统利用N个agents。 每个Agent上有一个策略网络, 也叫做Actor。 Agent跟环境交互, 从环境中得到观测O和奖励R。 Agent自己做决策, 得到动作AI, 然后执行AI。 训练的时候需要有中央控制器。 Agent跟中央控制器通信。 把动作A、 观测O、 奖励R全都发送给中央控制器。 中央控制器上有所有N个agents的动作A、 观测O、 奖励R。 中央控制器要用这些信息来训练价值网络, 也就是Critic。 中央控制器上有N个价值网络, 每个价值网络都对应一个Agent。 在中央控制器上来训练价值网络Q的参数Wi。 更新Wi要用到Td算法, 算法需要知道所有N个动作A, 所有N个观测O, 但是只用到一个奖励Ri。 有了这些信息, Td算法让价值网络的输出来你和TdTarget。 之前ActorCritic课上讲过Td算法, 于是这里就不再具体讲解了。 把Di个价值网络的输出记作Qi。 Qi是给状态和动作打的分数, 评判策略网络表现得好坏。 把Qi发送给Di个Agent, 帮助训练Di个策略网络。 策略网络也叫做Actor。 每个Agent训练自己的策略网络Pi。 Di个策略网络的参数是θi。 用策略梯度算法来更新θi。 策略梯度算法需要知道动作AI, 观测Oi, 以及策略网络发来的Qi。 但是不需要知道其他Agent的动作和观测, 所以可以在Agent本地来训练策略网络Pi。 训练结束之后, 就不再需要中央控制器了。 每个Agent独立跟环境交互, 所以叫做Decentralized Execution。 Agent从局部环境中观测到Oi。 每个Agent都有自己的策略网络Pi。 把局部观测Oi作为输入, 策略网络会输出一个概率分布。 根据概率分布做抽样, 得到动作AI。 每个Agent执行自己的动作AI, 然后环境会改变状态。 我已经介绍了三种架构, 最后讨论一下神经网络是否应该共享参数。 下面我来解释Primed Sharing, 共享参数。 这节课我一直拿ActorCritic来举例。 系统中一共有N个策略网络和N个价值网络。 每个神经网络都有自己的参数, θi或者wi。 di和dj两个神经网络共享参数的意思是, θi等于θj, wi等于wj。 可以让所有N个Agent都共享参数, 可以让一组Agent之间共享参数, 也可以完全不共享参数。 请问是否应该让神经网络共享参数呢? 是否共享参数要取决于具体的应用? 在足球机器人这个应用中, 不应该共享参数。 机器人有的负责进攻, 有的负责防守, 还有一个守门。 每个机器人的功能不同, 所以不应该用同样的参数。 假如无人车都是由策略网络来控制的, 那么这些无人车可以共享参数。 相同型号的无人车功能全都一样, 可以用相同的神经网络参数。 最后总结一下这节课的内容。 这节课讲解了三种架构。 第一种是去中心化, 这是最简单的。 所有的Agent都独立跟环境交互, Agent之间不做通信, 一个Agent不知道其他Agent的观测和动作。 去中心化的本质跟Single Agent Reinforcement Learning完全一样, 根本不考虑Agent之间的影响。 去中心化效果通常不好, 因为实际上Agent不是独立的个体, 他们对彼此有影响。 第二种是中心化, 有一个中央控制器, 所有的策略网络和价值网络都在中央控制器上。 Agent自己不能做决策, Agent把所有信息向中央汇报, 由中央来做决策。 中央把决策传达到每个Agent, 告诉每个Agent应该做什么。 从训练到执行, 全都是由中央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Agent不参与训练, 也不参与决策。 Agent不需要自己思考, 只需要向核心看齐就行了。 第三种架构是中心化训练, 去中心化执行。 每个Agent上都有自己的策略网络, 可以自主做决策。 策略网络在Agent本地, 但是价值网络全都在中央控制器上。 价值网络的作用是评价动作的好坏。 训练的时候要用到中央控制器, 中央不做决策, 但是会对Agent做评价, 帮助改进Agent的策略。 训练结束之后, 就不再用中央控制器了, 每个Agent都独立自主做决策。 我对比一下三种架构的策略网络和价值网络。 第一种是完全去中心化。 策略网络派的输入 是自己本地的观测OI。 价值网络Q的输入 是自己本地的观测OI 和自己的动作AI。 Agent不需要知道别人的观测和动作, 所以他可以在自己本地做训练。 第二种是完全中心化。 策略网络的输入 是所有N个Agent的观测O。 Agent没有办法在本地做决策, 因为他不知道其他Agent的观测, 所以决策只能在中央做。 价值网络的输入是所有的观测O 和所有的动作A。 Agent不能在自己本地训练Pi, 也不能训练Q, 因为他不知道其他Agent的观测和动作, 所以训练只能在中央做。 第三种是中心化训练, 去中心化执行。 策略网络Pi的输入 是Agent自己本地的观测OI。 Agent无需知道其他人的信息 就能用Pi做决策, 所以可以去中心化执行。 第一种和第三种架构的策略网络 是相同的, 所以两者都可以去中心化执行。 价值网络的输入是全部的观测O 和全部的动作A。 Agent无法在本地训练Q, 因为他不知道其他Agent的观测和动作, 所以训练需要有中央控制器。 第二种和第三种架构的价值网络 是相同的, 所以两者都需要中心化训练。 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课件和相关信息在视频下面的信息区。 我推荐几篇比较新的综述论文, 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阅读。 我最喜欢的是前两篇, 文章写得非常清楚。